字幕コundun 字幕組織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股市Q女王 我是Q女王美杰 那麼今天的台股算是震盪 但是再度的走高 中場是上漲了130點 今天是開高震盪 然後走高的一個格局 指數已經來到20653 量能是在4000億左右 其實今天的行情 雖然是上漲 但是其實也許 很多人都沒有賺到錢 很多人都沒有賺到錢 因為什麼 因為你在怕 因為你在擔心什麼 很多人跟你講 520就要到了 520之後會變盤 還是怎樣的 一大堆這種之說 就像清明變盤 中秋變盤 什麼節日你都要變盤 那修一天這樣 你要多修一天這樣 你要說變盤 那520之後 你認為真的會變盤嗎 我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我會知道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講 我們看一下 加群指數的K線圖 加群指數的K線圖 上個禮拜 其實你有看我節目的人 我都已經領先預告 大盤還會繼續漲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 看這個量能 已經連續兩個禮拜 都維持在低迷的狀態 所謂低迷的狀態是 連月均量都不夠 連月均量都不夠 那月均量不夠的情況之下 指數縱使推升 那又怎樣 我知道你在觀望 但是我今天你看我的標 我敢肯定 我敢篤定的跟你講 520之後的指數會比現在還要高 那為什麼我都會在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的行情 雖然大漲了130點 那你如果還在觀望的朋友 你也許你沒有賺到 但是呢 你千萬不能錯過520之後的行情 那如果你對於520之後的行情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你加入美姐 Light小鼠QQ208 或是YT頻道 Q女王流良美的頻道 美姐呢 不管在盤中 不管在盤後 都緊緊的跟隨著你 是這樣子的 那今天盤面上的什麼焦點 我會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認為520之後的指數 會比現在高 我是很肯定 很篤定的跟大家講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 我講了兩次 加上今天的標直接 520的行情 520之後的行情 會比現在的指數還要高 請你記得 我今天講過的這些話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520之後為什麼會有行情 那首先 大家 你應該也知道 那6月 6月份即將要到來是什麼 台北國際電腦站 所以AI族群 將向上表態 如果是AI族群 將向上表態的話 整個指數不推高 那就有鬼了 你了解嗎 另外 你們大家在注意 今天晚上 蘋果iPad要 發表什麼東西的時候 美姐持有不同的看法 美姐要告訴你 關於瓶蓋骨 你要注意誰 再來 什麼族群 都能追嗎 美姐一向不叫大家追假的 但是 如果逢有壓迴的族群 你能接嗎 你能接嗎 美姐今天要跟大家公開的分享 哪些族群不能追 或者哪些族群 縱使壓迴你也不能低接 為什麼 我都會在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公開 另外 你如果相信美姐 對美姐持有肯定意見的話 歡迎你加入美姐DoubleM的計畫 特別奇怪 好吧 那今天加選指數 你看喔 是不是繼續消化 4月15號的 向上的跳空缺口 賣壓 就是這一天的賣壓 4月15號 向下跳空缺口 這賣壓 震盪之後呢 果然是向上表態 很多人呢 都事後才在那邊跟你講 那 你看看今天的指數喔 昨天上漲 漲到你 有點怕怕的 不是有點怕怕 你根本就很害怕 我弄大一點可以看 昨天跳空上漲 上去留一個上影線 你害怕 那今天留一個下影線 你又要怎麼說咧 你又要怎麼說咧 你知道這兩天上漲多少點 323點耶 那但是 有誰能夠 領先的跟你分享 有誰能夠在上週五 就跟你分享說 接下來行情 就是會漲呢 你如果都有 訂閱美姐YouTube頻道 Q弦留欄美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 你如果是今天第一次 看我節目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美姐上週五 是怎麼樣跟大家分享 大盤走勢的 我們先進一下VCR 就是在月線附近震盪之後 會向上表態 向上表態 我講兩次 包含剛剛一開始 我講三次了 表示這邊很重要 它是向上表態 我沒有魔人兩可敘述 美姐是不是果然 就是沒有魔人兩可敘述 只有肯定的答案 你看美姐的節目 一陣子的朋友 你就一定都知道 美姐對於大盤指數 我講了三次 那關於520之後的行情 會比現在高 我今天已經講四次了 你現在都看到 交情指數 今天才禮拜二而已 我上週五跟大家分享 到現在禮拜一加禮拜二 已經上漲323點了 那我知道你越害怕 我告訴你 你未來你會追更高 那我要跟你講 為什麼我今天敢篤定了 肯定跟你講 520之後的行情 指數為什麼會比現在高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到 520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啊 而不是說有什麼節日 或者是說 有什麼關鍵字 你就擔心害怕 這樣你怎麼賺錢 520之後 有什麼重要大事 第一個 6月份 我剛剛跟大家講 6月4號到6月7號 台北國際電腦展 現在大家都在講啊 但是問題是 你還在觀望 是不是這樣子 另外呢 還有什麼題材 6月29號 6月底 7月初 就開始了 開始什麼 暑假 那暑假又會影響到 什麼題材 我都會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講 好 7月還在放暑假 那8月 有什麼題材 來 7月25號到7月28號 有什麼 亞洲生技大展 美姐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全部都是領先預告 包含了過去的重電 你都知道 包含過去的營建 你都知道 資產你都知道 電纜你也都知道 美姐是不是全部都領先預告 絕對都領先預告 你有鎖定美姐節目 你有訂閱美姐 YouTube頻道的朋友 你一定都知道 所以現在美姐要再度 跟大家領先預告 520之後 會有哪些題材 7月25號到7月28號 亞洲生技大展 那會展開什麼行情 再來 7月26號到8月11號 巴黎奧運 巴黎奧運是每年 每天在做的嗎 不是嘛 所以哪些題材會受惠 訂閱美姐YouTube頻道 加入美姐Light 小老鼠QQ208 我會持續的 持續的幫大家追蹤 好 我們首先先從 我剛剛一直跟大家講 光是AI 這部分 如果能夠 如果真的集體表態的話 那真的是不得了了 Compute Tax 6月26日7號 好 那 還有什麼題材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 6月29號 暑假題材 暑假題材 你會想要什麼 暑假 你會帶小孩出去玩嘛 對不對 那觀光 是不是 又是一個機會 那除了觀光以外 你比較陽光的 你可能留意觀光 可是有沒有比較窄的呢 應該有吧 如果比較窄的 你會留意什麼 遊戲嘛 這相信不用我多說 你也都知道題材 但是為什麼 你現在不敢介入 因為你只想要追高 你只想要追價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剛剛跟大家講了 6月份的Computex 然後呢 6月底 7月 暑假題材 觀光 遊戲 你要留意 那再來呢 又有 亞洲生技展 7月底 亞洲生技大展 這都是不能錯過的嘛 那再來 你可能 你也很期待的 你也很期待什麼 巴黎奧運啊 將在7月底到8月份展開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 現在才5月初 後續520之後 還有這麼多題材 你現在沒有理由 不介入 我要跟你講 你現在沒有 不介入的理由 你懂嗎 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事後追價 如果你想要領先布局 如果你要領先布局 如果你把美姐話 聽進去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搶得先機 你現在 你現在你就一定要 掌握到 對的主流 跟對的趨勢 好 那多的 好的 不好的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看我節目 你是收穫 百分百的 收穫百分百的 我要跟你講 AI AI 你想到的 不過就是散熱嘛 長什麼 你就想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美姐 是不是都是 領先跟大家分享 AI 除了廣達 偽創以外 我都有 領先跟大家講 那除了 一直強勢的 散熱以外 那 AI 接下來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我也都是 領先跟大家分享 那 Computation 會如此展開 會有哪些 大咖 超尾書之風 會打 黃仁勳 那個皮衣的 穿著皮衣的男人 然後穿著 西裝外套的女人 然後呢 美超 5SEO 兩件後 這些重量級的 大咖 一定會 利領嘛 所以你看 那股價還沒有漲 你就認為 後續沒有機會嗎 你真的要等到 股價 彈升上去之後 你才是用追價嘛 記得美姐 一句話 唯有領先 布局 你才能夠 抢得先機啊 那 關於AI 我是不是在 4月23號 全市場 大概只有我 一個人 怎麼樣跟他講 我在哪時候跟他講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檔是 廣達 這一檔是 廣達 這個時間點 怎樣 持續下跌 然後呢 是破敵 但是你看看 美姐在盤中 連線的時候 我的標 直接怎麼下 AI族群 峰迴 戰買方 我直接 肯定地跟你講 為創 廣達 我沒有在 模擬兩可 沒有在 避諱什麼 我沒有講 十檔 股票讓你選啊 為創 廣達 而且 是在破底的時候 我在跟你講的 所以美姐的操作理念 是不是跟美姐講的 都是一模一樣 唯有領先 布局才能 搶得先機 雙高 操作策略 好股票 追高 風險高 但是壓回 這是低階的機會啊 自然就 獲利高嘛 那我們看一下 偽創 這邊 我跟大家講 峰迴就是 分批布局 在買方 那廣達 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廣達 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它在破底 結果呢 是不是翻 是不是翻 所以 是不是低階 才能夠獲利高 你看 雨晴 追在這邊 跟你買在這邊 接在這邊 插在哪裡 你都知道 另外 我還跟大家講了什麼 5月3號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我跟大家 公開的 跟大家分享 除了偽創 光達 你還要注意它 那就是 2317的鴻海 為什麼要注意它呢 美姐 為什麼在上週五 就跟大家分享了呢 我們看一下 2317的鴻海 2317的鴻海 昨天大漲7% 今天還是一樣強勢的表態 他從他K線圖 今天再創 16年來新高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有誰能夠在他收黑開的時候跟你講 在上週五的時候跟你講 就只有美姐而已 那你如果第一天看我節目的話 我們看一段VCR 看看美姐上個禮拜五是怎麼樣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先見VCR 就是這檔 2317的鴻海 你想說 它是大牛 2317的鴻海 你看它如果是大牛 它也能夠 長這種45度角的 應該說60度角 那為什麼我要選擇 2317的鴻海 跟大家介紹 因為呢 近期ETF換股潮 你知道 近期ETF 它有在準備要換股 大家在這邊猜猜猜猜猜猜 它到底 會哪些會被納入 不用猜 美姐認為 美姐認為 因為鴻海 它有取得GP200 大份額的訂單 所以 你看美姐節目 你看美姐寫什麼 近期ETF的換股 我認為 2317的鴻海 它 最有機會納入 所以結論是什麼 買就對了 是不是買就對了 美姐節目就是只有肯定的答案 沒有摩尼亞可敘述 你看美姐的VCR 你就都知道 美姐上週是不是跟大家講 買就對了 那美姐不是 那我們隨便 亂槍打鳥去跟你分享 美姐有美姐的理由 因為它要取得GP200 大份額的訂單 算是最受惠的一檔AI概念股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呢 它的股價 雖然過去有漲過 你是我的忠實粉絲 你是我的老粉 你都訂閱美姐YouTube頻道的朋友 你也知道 這一段我也有掌握到 這一段我也有掌握到 但是在上週五 押火的時候 我在公開的跟大家分享 結果我昨天漲7% 那你看 今天5月7號了嘛對不對 你看到新聞 說股價 鴻海股價兩天漲9% 大家總是在大漲之後 才來跟你分享 所以你永遠只有追高的命啊 你為什麼不跟著美姐 永遠都可以領先佈局 神秘買家是什麼 ETF啊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美姐就領先跟大家講啊 甚至 你有加入美姐 2317的紅海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上禮拜五跟大家講 禮拜一半 我還跟大家分享 結果咧 直接 再創16年來新高 大象是不是華麗轉生變狐狸 是不是華麗轉生變狐狸 我5月3號領先預告的喔 領先預告的喔 所以美姐沒有在做馬後炮的事情啦 雙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 追高風險高 但是如果能夠低階 自然就獲利高 那什麼對於AI 美姐在4月24號 我是不是肯定的跟大家分享 AI伺服器的代工族群 6月份的營收會有明顯的成長 然後呢 結論什麼 持有者續報 壓回低階 但是不追高 那你如果現在才在看紅海 你又不小心跟在美姐的後面追加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永遠都跟在美姐後面追加 你有沒有想過一開始就跟上美姐的腳步 那麼後續還有什麼個股不能追 還有什麼個股它縱使下跌 你也不能接的個股 我們休息一下進廣告 待會兒回來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關於蘋果概念 你該注意哪個族群 我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你該注意這個 潛望式鏡頭 除了大力光以外 你可留意3406的浴金光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送要認證 iPhone的潛望式鏡頭 如果完成認證 6月就會開始出貨 所以呢 現在的壓回 是你低階的機會 另外 不是所有族群都能夠追 或者是低階 美姐都領先跟大家分享 就像4月17號 我跟大家公開營建 我是不是領先跟大家分享營建 結果你現在你在追 你昨天你還在追 5月3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不宜追了 壓回後再進行介入 那你看2501的國建 我跟大家講原因 如果你有加入美姐的YouTube頻道 你都可以看美姐都跟大家講原因 乖離過大量也快速放大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進場點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不用再追了 然後結果是不是下來 那現在管理還是很大 所以不宜追高 那2504的國產 今天為什麼跌 大家都沒想說為什麼跌 我5月3號 節目也是跟大家公開 是不是這樣 再來長紅 是不是這樣 短線管理過大量也都出來 不要追高 我都是事先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買進 不管是不要追價 我也都是事先跟大家分享 不要追高 是不是這樣子 那另外我還跟大家說 4月19號 我跟大家說 避開高融資的電子族群 哪些族群 IP族群 3661的世新KY 為什麼呢 因為下跌的過程當中 都有融資進場 所以呢 視為反彈 反彈呢 要在賣方 那M31 6643的M31 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節目都公開 反彈在賣方 就融資不退啊 然後呢 創意 反彈在賣方 我是不是全部 不管對錯 我都是領先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你如果永遠都跟在美姐的後面 去追價 美姐早在多久之前 就跟大家分享過 哪些可以接哪些要避開 如果你永遠都跟在美姐的後面 或者你沒有跟上美姐的腳步 後面在那邊懊悔 那你有沒有想過 一開始就跟上美姐的腳步 美姐的操作策略就是怎樣 領先布局才能夠搶得先機嘛 那麼我今天非常篤定的跟大家分享 非常篤定的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麼呢 大家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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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指數 今天的指數 目前指數是20653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520之後的指數 會比現在還要高 所以呢 你必須要領先布局才能搶得先機 我們一起迎向520之後的行情 那如果你要迎向520之後的行情 我們現在有DoubleM的特惠專案 不管是Money要賺 Money也要愛 Money and Mommy Stay 1加1 正式起跑 我們Double賺 那麼最後祝大家 每天都可以操作順利 要跟上Double賺的朋友 留意廣告時間的聯絡方式 跟線上注意恰尋 我們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順利 我應該也要求 你先坐好 可是我們會不會 每天都可以 我可以 可以 我可以 黃霜 方的 會 可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